这只神桌上大摇大摆吃蜜枣的猕猴终于落网了 抓他不容易 关键在于出动了吹剑 猴子遇到了捕捉大队攀岩走壁爬上了屋顶 工作人员原本用诱捕 拿香蕉蜜枣他都不上当 最后是吹剑的麻醉剂发挥了效果 非常的聪明 他爬上到屋顶那边去做观望 后来我们就是请那个庙方那边提供一些香蕉跟枣子 放在地面上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等到听到注意力之后就请那个防疫所吹剑人员 就是进行 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进行吹剑 然后就一枪命中 这只猕猴出现在园林海鲜地区四处爬爬噪 最近落脚在海清宫 这里信徒拜拜有贡品 吃的东西伸手就来 他乐得有个大餐厅 不用烈食不愁吃 但是泼猴的恶行恶状 实在让庙方跟居民都打伤脑筋 泼猴大闹包工庙 最后农业处防疫所联手 一月三十号大年初九 天公升这一天 猕猴落网了 把他赶出了海线被也放到山区 新游记里齐田大社能逃如来佛掌 这大闹包工庙的猴子 最终也被逮捕